因堕玛受伤的华仔 日前就宣布要取消年底的个上休养 让粉丝们伤心不已 但由华仔身兼监制 主演的芯片拆弹专家 就照样如期上映 虽然华仔未能亲自现身为电影做宣传 但也为粉丝们送上一些花絮解解喝啊 不过当大家看到这段片的时候 也要有点心理准备 因为华仔又受伤了 华仔拍戏出了名够拼 拍摄若薄镜头时也曾经试过弄伤手 其中跟江武江浩文的对手戏 华仔就不小心被汽车碎片割伤手 但为了不阻碍拍摄进度 华仔只是草草在伤口上喷上攀木胶布 就继续亲身上阵 拍摄对打的戏份 最后更被一个加大马的外籍雇佣兵 狠狠地踩住背部 第二天华仔还发现背部有血印啊 至于这次跟好戏之人江武合作 华仔就表示感到有压力哦 小编也很期待看到两位影帝这次合作会有什么火花啊 香港报道 这世界很酷